上次跟大家試過一個新的軟體叫做Lumina 4 試了一個AI replacement的功能 相信大家都覺得不錯 如果未看的話可以去這邊看看 今天再跟大家試一下Lumina 4的其他功能 就是比較常用到影女際會用到的尾機 還有一個叫AI structure的功能 但開始之前也老道說了 在Telium開了一個群組 連結在下面 很興趣的進來測試 我們先說一下Lumina 4 之前提過這個Lumina 4 除了我之前介紹過的一件變圈 其實還有很多功能 包括一些上片整理或者一些RAW的項目 其中一個我覺得蠻好用的 就是AI Skin Enhancer 簡單來說就是尾機 我們一起來看看 我現在開了一張照片 這張是一張RAW的照片 什麼項目都沒有 我們現在試一下這個AI Skin Enhancer 這個Skin Enhancer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很多東西給你做的 就是一條Slider就完成了 我們先把照片放大一點點看看 放大到100% 其實你看到Model 其實本身的皮膚也不是很差的 但我們儘管試一下去尾機一下 看看效果如何 大家看到效果其實是不錯的 它除了是磨走面上的粒粒 坑之外 其實這種尾機的Plug-in 最大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時候磨完之後 它的皮膚沒有質感 放大一點 其實你看到 其實皮膚磨完之後 其實還有一個皮膚應有的質感 這個是比較難得的 還有一個AI的Skin Defect Removal 簡直說就是去除你面上的一些點點 暗瘡等等 其實效果也是不錯的 不過因為現在這張照片 這個模特兒的皮膚也不錯 沒有太多的效果 所以你不太看到效果 但是這個軟件 就簡直說一時時這個功能 因為它有時候會認錯了 或者它取消了一些痘痘之後 它把其他東西補回去的時候 會補錯的 所以就看著版 你自己看情況用了 但是大致上來說 其實這個Skin Enhancer 其實我覺得蠻好用的 然後再介紹一個功能 這個叫做AI的Structure 簡單一點說 其實就等於Lightroom裡面的Clarity 但是相對Clarity 它是一個比較方便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拍攝人像 我們很少加Clarity很厲害 因為對皮膚的影響很大 尤其你拍攝女生 你真的很少加 或者加少許 通常不會過20 因為皮膚跟著就會不漂亮 簡單一點說 但是這個AI Structure 其實我們加了之後 它會很AI 很智能地 將這個人 排除在外 你現在看到前後的效果 其實周圍畫面的地方 都已經加了Clarity 但是你留意一下 人的臉 其實是什麼都沒有動過的 相對於我們平時用Lightroom 加了Clarity之後 我另外要用Bush去抹走效果 這個是方便很多 還有它有一個厲害的地方 就是一張半張的影響照 一個女生 你可以飛走她的臉 這個應該都不難做到 以現在的人眼變色的技術 但是好像這些 一班人的效果又如何呢 我試一下把它加到最準 你看到 其實就算是一班人的情況 它都可以認得出來 將人排除在外 只是將後面的背景 或者大看台 或者地下 加Clarity 但是基本上 人的衣服也有加少許 但是基本上 人的臉和身體 都是可以避開的 我們再試一張 這張人的臉 佔那個畫面比例比較少 但一樣可以做到一個 避開人面的效果出來 我覺得相當不錯 今天Lumina 4的介紹就到這裡 如果有興趣的 想去下載試用版來玩一下 如果有機會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關於Lumina 4其他好用的功能 今天這條影片到這裡 如果覺得是好的 記得按讚和分享 下次再見 拜拜